我今天最大的得著就是… 原來是有些東西 我們跟一些相見人士沒有分別的 就是原來在水裡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障礙、很多困難 他們也可以克服到 其實我們有什麼那麼難呢? 有什麼難倒我們呢? 潛水, 一項很專業的運動 相見人士是否只能夠望而卻步呢? 有一個人熱愛潛水 他希望相見人士 都可以親身去到水底世界 發掘潛水的另一面 他是一個好人, Steven 我覺得潛水最要克服的是 不知道海底有什麼情況 我試過一次潛水在海灘下海 要揹著瓶子, 真是很重 因為他們的運動 因為他們綁了一些圓在身上 他們要走, 揹著瓶子很辛苦 我真的在想 如果一些相見人士 他們怎樣上潛水呢? 剛才我看到原來是… 原來先放了它下水, 讓它浮起來 那重量就沒那麼辛苦了 是, 因為有很多人能夠吸引 他們也有很多水底推進器 能夠協助潛水 他每個月都會舉辦 至少一次潛水訓練 其實他們很多能力很好 我們只需要照顧上下水的程序 因為下水是一個無重狀態 譬如他們有些雖然沒有下肢 但他們可以用手 用手 或者用一個水底推進器 就可以協助潛水 或者我們另外 有些朋友的殘疾程度可能比較高 我們就會有些教練幫助平衡 水下的無重狀態 令身體有缺陷的人 可以有效鍛鍊肢體 Steven希望能幫助更多雙見人士 參與這項運動 於是為他們提供裝備 解決他們經濟上的問題 美兒看到雙見人士的一舉一動 深受感動 原來水底是一個雙見共融的完美世界 雙見人士跟我們普通人的潛水 完全沒有分別 可能他平時換衣服也要別人幫忙 出入也可能要用輪椅 但在水中跟我們一模一樣 他比我更靈活, 我們說不出話 但我看到他的肢體語言 所有事情他很享受 另外一位朋友要幫助的比較多 因為他不太能控制他的方向 所以我要幫他扶了瓶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會用力 雖然已經有浮力 但我也要用力去保持他, 給他方向 雖然是這樣, 但我看到他也很開心 香港殘奧運動員Wilson 在二十年前發生意外, 失去右腳 同樣因為潛水 享受到水底的自由自在 我們商機人士跟Steven去學習潛水 出海 我們會覺得很有信心 將自己交託給他 因為他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他可以想到每一個安全的細節 例如輪椅的人士 他如何穿潛水裝備 然後由船到水 潛水時他的能力 又沒有受到限制 這些細節的事情 Steven也要考慮 潛水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雙健人士在地面活動時 就會覺得很行動不便 無論是我們佩戴義之也好 或是坐輪椅的朋友也好 都會受到地面的一些限制 但當我們潛水後 你會發現因為水裡有浮力關係 整個世界感覺好像不受驅促 變成整個商機人士的活動空間 大了很多 還有自由度很多 這種感覺一定要親身去感受 在水底的世界才能感受到這種感覺 我本身跟那些商機朋友的關係 就是我本身教他們是一個教練 但到不潛水時 大家都會成為朋友 正如Wilson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些聯絡 有時我們也會有一些共同的聚會 甚至最近我們又辦了一次 去菲律賓的外潛活動 因為我受我媽媽的影響 她一直以來教我做人 都是說你有能力的時候 就要幫助其他人 所以當我有這種技能的時候 我也很喜歡想用我們的技能 去幫助更加多的人 我發覺很多老人家 其實他窮一生精力付出了社會 最後可能減少資源的時候 可以幫她省多一點錢 我自己組織團隊 替不同的老人家、公公婆婆 進行一些易展服務 能夠做的,我們也盡量做 結果他很幸運 有他媽媽很小的時候 已經跟他灌輸一個概念 錢不是我們所追求的東西 我們所追求的就是幫助一些 沒有能力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 你窮得只剩下錢的時候 其實你裡面是空的 你裡面沒有東西的 我也覺得他媽媽說得對 這種快樂一時加兩小時內的開心 你不可以用錢買回來